在農村可能是比较小的 那我们请志秋先生帮我们分享 呃大家好 然后就是 其实我带了一本农民意 大家应该很久 大家最近有看过吗 有了 就是看一下 远远家里都有一本没人看 其实就是像上面提到 其实上面的资讯其实 觉得真的蛮久的 然后加上因为就是环境的变化 所以蛮需要 就是一个 台湾各个在地的 农民力吧 这样子可以帮助就是 新投入农业的朋友 可以更快更有效率的认识 然后这样子整个规划下来 可能可以更 就是更好入门就对了 然后这个部分其实觉得 嗯 目前是蛮欠缺的像我们可能就是 在地我们自己有做 有做记录或者是 在地的苗场这个时候会提供什么苗 大家可能是这样的 或者是看隔壁的Apple 这个季节他要种什么菜 大概是这样子的记录 可是对一个新投入的人来说 他就想说 找找看网路的资讯嘛 可是可能台北适合的不太适合苗栗 会有这些差别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可以从 选定几个点吧 看像我们这边是 南庄嘛 南庄一个点 然后看看是不是究竟哪边的朋友比较多 可能像今天有宜蘭的朋友嘛 然后看新竹也可以 我觉得就选定几个点 然后大家一起来试试看 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然后一起讨论看看就是 到底哪些是 就是必须要的资讯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跟 就是作物的品种啊 跟怎么照顾都很有关联 就是像我也是 就是都没有用化学肥药 跟农药 跟除草剂 所以我们的栽培管理的 部分又会比较不一样 跟一般的大农比起来的话 大概是这样子 等一下有想到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比较 所以也有点类似像 收集大家在个别填区的经验 然后汇整起来这样子 现在建台有帮忙开一个页面 也是一样用wikimi 没有 现在只有一招 其实这个都是示意图 那这个其实 为什么请世修来 因为他们之前 给我一个非常好的点子 大家看到上面那个 台湾各地区 農夫联益区 这骗人的啦 这骗人的啦 但是 大家不是常常看到 台湾什么地区 什么新竹地区 维基百个小巨 就是这种东西 那 其实世修他们的想法很有趣 如果每一个节气 就是现在的节气是古语嘛 那接下来就是立下 那如果每个节气的 变换的那一天 假设今天就是 接下来是5月5号 假设5月5号6号 那个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就是聚集一次 然后小农 就一个地区的小农聚在一起 然后呢就是聊聊天嘛 打打屁聊聊天 喝喝东西 然后接下来就是分配 这个四季豆谁来写 这茄子谁来写 但是这个地方大家review一次 这个是不是我们南庄的 所以我们今天小巨是南庄小巨 然后就写南庄的小巨的资料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附近 在种什么种什么就写下来 然后我们发现这边冬瓜 要种在草里边 这边呢假设有木瓜 木瓜不能随便把泥土 撕肥的时候不能挖土 不要撕在上面然后覆盖草 你冻了土 因为那个木瓜冻了表面的土 就很容易木瓜出问题 类似这种技术 或者是把他写下来 那把他记录记录 那今天我们南庄小巨 有新竹小巨 有北港小巨 有什么小巨 这样子年历下来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台湾自己本土的 以后我们要找 就像自秀看一样 我住在哪里 今天日子几月几号 我可以在这边种什么东西 就什么 click进去 他就收得出来 然后或是说我要贡献 我住在这里 今天日子几月 我在这里 终下什么 那就留下资料 就这样子 大概是有一次我们在 也是闲聊 我发现这个很好 所以我们就这次想把他提出来 再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这种 大概是这样 谢谢 好 那我们就谢谢两位 谢谢